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邀请新任的民政处长跟公务处长参加第一次事务会议后记者会 将请民政处长张渊祥成立专案小组推动基隆升格为直辖市 同时也要借重曾任新北市民政局主秘 现任公务处长陈耀川的经验 担任和新北合作的窗口积极来推动 尤其在市长刚刚非常重视的民意部分的了解 相信各位媒体朋友或者观众朋友都知道 基隆市早在六都成行之前是全台湾第一个来接触 也讨论到如何跟台北或者是双北来进行合并 成为直辖市的市民 成为直辖市的市民最直接的对我们政府来讲 统筹分配款会增加行政效率会提升 对民众更有更多更多的优点 包括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基隆捷运 或者是北北基共同生活圈的相关的产业建设 或者是在生态环境上面 我们有很多的绿带 包括基隆河 河谷廊带等等 其实都是跟双北并在一起的 所以这些相关的部分 我们绝对优大于略 而且在谢国阳市长这么用心 非常有诚意的在上任的第一任 第一次的我们的事务会议 就提出这样的做法 身为基隆市政府民政处 我们要跟我们的同仁以及市政府跨部会 再结合专家学者 还有我们广大的民意 一起来完成这样的使命 让基隆市民更幸福 基隆更有爱 我是就是大二弟的基隆人 已经在基隆这边生活了五十几年 那最近这几年在新北 我都一直就是在新北跟基隆之间来通车 那我自己亲身那个经验体验 其实很多这段时间很多那个 就是一些建设 都是会跟新北跟台北来合作 那如果我们有幸能够来做一个直辖市来升格的话 那其实很多建设 都是可以就是跟那个直辖市一样 有同等的待遇 那不管升格之后 像新北升格之后 它的预算增加了大概一千亿左右 对 所以它那个就是很多建设 就是可以比较充足 可以来做 我们的人员品质也变大了 所以其实升格对市民 还有我们本来就是跟所有的新北台北 都是一个同一个生活圈 新任的民政处长与公务处长 在地方上与新北方面 有丰富的沟通经验 相信能让基隆升格为直辖市的推动计划 能够最符合基隆市民的权益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